我自己把这个地方叫做呼伦贝尔大草原英格兰芬园 现在我是在英国伦敦的火车站 我们今天是要准备去伦敦郊区 属于另外一个城市的一个乡下 去看网红的景点布莱顿的悬崖 像我的话是不懂英语的 就是这个视频就告诉你们 我们在国外如何在语言不同的情况下 坐火车或者是坐飞机出去玩 怕你们等不及滑走 所以先把这个美景给你们献上 让你们看一下我们去的这个地方长啥样 就是非常的漂亮的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英国的乡下 又有白色的悬崖 非常的出篇 非常的美丽 这就是近距离的看白色的悬崖 这边就是大夕阳 看看这群老外都在这里干啥 好了这个景点的美景 预告视频就先放到这里 等一下视频的后面会有详细的内容 敬请观看 刚才说到如何在语言不同的情况下 在国外乘坐交通工具 其实就是要提前做好计划攻略 然后我们是在火车站买的车票 看上面的站台是2号站台 我们就进到车站找到2号站台 然后就看标识 看这一趟车是开往哪个终点站 我们就上去 伦敦的Homeless 这里 大处都可以看得到 现在我们是到了目的地 伦敦南部的一个小城市布莱顿 刚才一出火车站就看到好多Homeless 这可能就是西方国家的特色吧 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是海边 但是还不是我们要去看的那个白色悬崖 我们先到这个海边来吹一吹大夕阳的风 然后再看一下他们这些西方国家的这种松弛感 在地方我看英国是没有什么好的海滩 在地上的石头都不是沙滩 这个是石头 这个根本就不是沙子 但是这边城还是好多的天堂 现在虽然是夏天 但是英国的纬度很高 伦敦的纬度相当于中国最北端的墨河 所以你看有些人就光着膀子 实际上挺冷的 然后还有的人就穿着外套 所以在这个地方其实对我来说还是挺冷的 刚才在海边逛了一下 感觉没什么趣味 现在我们就要到我们的最终墨的地 然后还是要住一个多小时的公交 才能到那个白色悬崖 那边也就是偏僻的乡下 现在我们是住在这个专用的公交车上 这里也看不到啊 这个英国这一边这种房子啊 这种小城镇 小城镇啊 到最后才到农村 这里应该是一个小镇啊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颠簸啊 慢慢的慢慢的就是从房子多的地方到了草原 这有点像我去过的中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那个样子啊 这纬度其实和呼伦贝尔那边的纬度也差不多 然后它这个草原地势 我感觉也和呼伦贝尔那边的差不多 看看这个草原哈 要说大自然的风景的话 我感觉在国内总能找到类似的地方 只能说中国的自然风景太丰富了 在全球各地来看 在中国好像都能找到对应的地方 只是在这边感受一下不一样的人文 我看到这个场景就相当于 我是去呼伦贝尔去满洲里 在路上所见到的那个风景一样 真的是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地现牛羊 我自己把这个地方叫做呼伦贝尔大草原 英格兰芬园 大家觉得我这个名字取得怎么样啊 我在想象力丰不丰富呀 朋友们啊 现在我是来到呼伦贝尔大草原 英国伦贝尔大草原 看一下 英国伦贝尔大草原 看 真的是呼伦贝尔大草原 看一下 七姐妹悬崖 其实我想说啊 这全世界都一个一样啊 这种网红景点嘛 就是人特别的多 车也特别的多 唯一不一样的是国外的不要钱 国内的要钱好像是这样 但是去呼伦贝尔大草原的内部 很多地方其实也是不要钱的 这就是伦敦周边 伦敦周边非常有名的一个景点 就是白牙 白色的断牙 看一下 起来 就一个队厚想的宫将城 做一个队厚想的大理 Kn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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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ce see 存在 此匙 如果 她 没有沙滩都是石头汤 还往那边走干什么 在哪个地方给你拍照 来都来了 我也来自拍一下 看看远处的山上 来羊再吃草啊羊 吩咐草原 现在我们爬到小山头上面去 在上面视野会好一点 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这角度高一点排北要出来 看来更粗平 这个白牙配上欧洲小镇 看看这边的房子 下面就是这么的可恶 这边就是河伦比和大小原 英国伦敦的分源 这个风景还是很美 看一下这个海水 这是黄色的 这是青色的 那里是蓝色的 这条界限好明显 你有没有发现 黄色蓝色青色蓝色 在这个阳光下 在这个阳光下 这片蓝好好漂亮 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就是离伦敦市区有点远了 先坐火车再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 看这边是草原 这边是大海 大海那里还远处还有那个白牙 天气也好 最近在伦敦这几天天气都不错 不许这些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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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处那里有一个小镇 住在这个小镇上的人 应该挺幸福吧 又是草原又是大海 我这个同伴他是不死心的 我们刚才之前不是来过吗 因为没有买这个食物来喂海鸥 所以他心心念念的回过头了以后 从白牙回来了以后又去超市 买了一些面包过来喂海鸥啊 哎真的嘿嘿可以 哎呦被点了哦 走到我手了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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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